我們整個被打臉耶 超殺臉的 超商中的優雀 其實四大超商我只會去兩大耶 看來Seven的策略就是要買有 要嘛就是沒有 229的電競滑鼠 大滿輩子的 人生自製就是來修正這個字 我覺得除了物有所及之外 我甚至覺得有點無超所趨的 199可以買耶 真的假的啦 真的假的啦 還不錯 喜歡 在家裡在家裡在家裡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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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電眼燦的小明乾 你看到這個封面點進來不曉得 你是不是因為被便利商店3C區因果呢 唯有想買的東西買不到 便利商店耶 裡面的3C區裡面有什麼東西 你記得嗎 可以想像一下 你急著需要買一個什麼東西的時候 衝進便利商店裡面 你買得到它嗎 便利商店的3C產品 品質如何 品牌有哪些 這個是我很好奇的地方 然後我很想知道 所以我邀了一個好朋友來玩 阿哲 大家好 我是阿哲 好久沒有來我們這裡玩 我想問你 你有在便利商店買過裡面3C區的東西嗎 其實我幾乎沒有買過耶 我連到那個地方我都幾乎沒有去過 為什麼 你裝自己忽略掉那個區域了 我有點職業病想說看一下它裡面賣什麼嗎 我也覺得很奇怪耶 可是平常是真的沒有什麼在看 好太棒了阿哲現在就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狀態 超商就四家 什麼帶領你 因為自從被陰過之後就我想買東西買不到之後 我現在就是經過超商或是進去裡面我都會瞄一下他們3C區 每一家超商的3C區好像不太一樣 但我們來看一下它裡面賣的東西是不是像你想像的那麼齊全 所以你每家大概有一個印象了嗎 就是他們的風格是長怎樣的嗎 其實四大超商我只會去兩大耶 沒雲啊 沒雲啊 好啊但是應該都會去看一下 看一下我們今天有什麼新發現 我們先去最近的Seven 走吧 走 真的 真的 應該會有3C吧 不會吧 哪裡 只有賣電子而已嗎 認真 等一下我們兩個剛從Seven裡面出來 我們整個被打臉耶 超殺人啊 裡面沒有3C專區 有很多的電池跟一些點數卡 我們這裡面繞了三圈 真的沒有 這是一間我們覺得蠻大的Seven喔 它旁邊有一些吃東西的地方 還有好幾個桌子 可是沒有3C OK 好麵包他選擇的麵包 我們去下一間 去下一間吧 這才是一個正常的便利商店嘛 有一點點少 兩拍而已 電競耳機麥克風 其實我對於這種便利商店裡面賣這種 標榜電競的東西都會有一點好奇 有一種違和感啊 你在便利商店裡買一種電競的東西 那到底是電競在哪裡 哪裡 電競滑索的東西耶 6D Gaming 那到底是什麼鬼啦 內置配重塊 喔 它有配重砝碼在裡面喔 莫名的送了一包衛生紙 然後發現我們挑的東西 同一個色系的 都同一個色系的 很可愛吧 我們等一下也會開箱這包衛生紙喔 不用了啦 蛤 沒有 這樣算嗎 這樣算嗎 我就想買一個藍牙耳機 這麼難 松山區 哈囉松山區 這邊是3C沙漠 剛剛有研究出一個理論 就說在鬧區裡面 可能因為你要買3C產品的地方 太多太方便了 所以便利商店 基本上就不會放這些東西 去跟可能旁邊的全國店家 或蔡坤啊等等的店 搶生意嗎 其實真的是這樣耶 因為我家那邊 算是比較偏要住宅區的 我那邊的3C 好像7C吧 4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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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去你那邊拍的 賴耳婦 走 走 旁邊還有很完整的一個 線上購物嗎 不對這種東西怎麼買啊 你知道嗎 比如說拿這個 然後勒 去櫃台結帳 它就會從後面給你嗎 欸有 很想起耶 真的耶 那個應該比較算是強撥器 沒有人買 上面都是灰色 螢幕保護貼 iPhone 12 Pro 兩線 449 可是它是玻璃的 傳出線 欸又有一台扣扣電盒 影音傳接器 欸 HP是什麼 Gaming Mouse嗎 Gaming Mouse耶 酷喔 HP的Gaming Mouse 其實這家很完整耶 有分享器 強撥器 有HDMI線 線材的 一個線材 車充 手機架很多耶 而且耳機滑鼠什麼都有 229的電競滑鼠 電競滑鼠 而且還是HP的 這個現在不是貼牌的嗎 買到電競滑鼠 對面還有一些萊爾夫 再去看一下他們賣 在這裡 有相機 有相機 就它囉 補卡機剛剛沒有看到 我想找不可思議便宜的 其實我應該需要這種線耶 實用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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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踩雷路線 超小的 我們在萊爾夫大採購 這東西都從萊爾夫買的耶 還買一台相機 558 好 我們前面不是去了一家Seven 什麼都沒有嗎 第二間Seven 我覺得它應該沒有 這間證定應該沒有了嗎 我覺得 有沒有雷雷的 品項好像還滿多的耶 起碼有比較大的品牌 好多配衣服的喔 什麼人 東西耳機 它是有限的 遊戲腰杆 小夜燈 真的吸塵器耶 這比我們剛剛在那家 被我們備受誇獎的萊爾夫 它品項好像又更完整了 現在你可以發現 它行動電源上面都會寫說我有電 所以就是如果你緊急的想要行動電源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邊買 第二家Seven 竟然有滿滿的3C專區 再來Seven的策略就是要嘛有 要嘛就是沒有 要嘛沒有 超商中的郵局 要看到外面的物流商了嗎 好多喔 這麼多吧 電競耳機 然後這裡的電競耳機 199的話 要不要咧 好我決定耶 那就這個 好 然後又是電競喔 這個關鍵字 我們一進去呢 就被滿滿的箱子震撼住了 但是它還是有一小小的3C專區 大概這樣 乘於這樣 一點點 而且買到了這個 我們跳了一個電競音樂耳麥 來試試看它電競在哪裡 我們就是應該就差不多結束 今天所有的超商了 然後現在就回辦公室去開箱 好 我們回來了 過了一堆超商 我們買了這七樣東西 有 起碼大概兩三家 是沒有3C專區的 一開始跑了三家 就只有一家有啊 那時候是真的有點緊張耶 想說會不會這次的企劃就這樣子 就這樣G了 有好幾樣都是從某一間特定的超商 提供來的 等一下大家就會知道是哪一間 先跟你們說我們買了哪些 神稱電競的滑鼠 HP的而且還特別的便宜 完全不一樣的 什麼額頭數位相機 額頭數位相機 其實也算是那種超商的常見牌子 這個是我自己想買的一個 Lightning轉3D5FM的轉接線 有線無線雙用的 就是你說顏色很好看的那一家 對 很可愛 而且它的包裝就是那個 Pantone色的樣子很Q 然後再來是一個 藍牙小喇叭 然後會看上它是因為它還可以當小葉的 覺得很可愛 莫名有一個萌點 然後我們來感受一下就是 你在便宜商店買的音響效果怎麼樣 對 這個也是 Pantone牌子的 真無線藍牙耳機 我在便宜商店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都非常的抗盛 尤其是我們剛剛不是還看到上面的設計圖 都還是披上去 你省預算省得有點明顯喔 最後一個是你選的 電競音樂耳麥 因為我這次來就想說我一定要買一個 便宜商店聲稱電競的東西 而且一定要特別便宜的 聲稱電競的東西 好那這就是我們今天買的七項產品 接下來我們就會一一開箱 我想要先來開我自己最感興趣的 真無線藍牙耳機 它其實這個顏色真的還不錯看的 對 很可愛吧 便利商店買的真無線耳機 我的預設 就已經不會太高了 對 就是它有聲音連的到 穩定不要掉線 然後不要聽半個小時就沒電 對 這就是我們對它的要求 它的包裝還滿Q的 你看這樣打開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機身跟裡面的盒子 盒子我覺得就有一點 有一點貼牌的感覺了 因為我們在便利商店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非常多款 就是真無線藍牙耳機 然後它們都長得很像 很像 所以我原本是想說 我今天可能可以買個兩三款 真無線藍牙耳機 但是因為它們長得太像 我覺得它們應該都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就先買了一塊我覺得 價格在中間的 699 不要告訴我有沒有買貴 很正常 耳機 充電盒 線材 說明書 四個耳塞 所以它應該是三種尺寸的耳塞 它是走Micro USB的 這個就比較 傳統啦 我已經沒有Micro USB的線了你知道嗎 它的盒裝掀開的感覺 稍微有一點點鬆 哇 它的耳機不是放在裡面的 意思就是它放了幾個月之後 應該差不多沒電了 喔 實體按鍵 喔 那也不錯啊 這還滿有手感的 這個充電盒就跟我預想中差不多了 就是質感差不多就是那個樣 但是它至少讓開盒有 實力的感覺 還不錯啦 不能關太大力 要關小力一點 不然那個價格會馬上提現出來 好的 我現在就是讓它放進去給大家看一下 欸 亮了耶 所以它充電盒是有電的 充電盒有電 加分 還滿直覺的啦 雖然它只有就是 一顆電量顯示燈 它沒有辦法告訴你 裡面還剩下多少電 但是你看它上面這個 是有做一個小漸層嗎 還是它其實就是燈泡沒辦法擺最重要而已 這種價格的東西真的不要色學太多 左右耳亮藍燈約五秒 左右耳燈會先熄滅 右耳紅藍燈閃爍 耳耳機自動配對成功 什麼意思 他們還要先認識彼此嗎 收好的直接呢 有耶有耶有耶 有喔 很快 配對嗎 Yes 配對 連線成功 喔很快 70% 很 真的假的啊 還不錯 上去有一點點太大 對它尺寸感覺是有點大 不是這個耳塞的問題 是它 它的那個整個 分體的問題 怎麼賣7.59 它沒聽到 你看看照台蠻好的耶 並沒有 我還是聽得到好不好 因為我 音量開很難 我是習慣開70% 可是剛剛你有聽到嗎 這個耳機它網路上賣799 你買平100塊耶 加分 而且沒有到很合 音質是還行 雖然我是木耳 不過 有一點點突出的 有一點點 對對對 有一點平坦突出的感覺 對 音量的表現還不錯 它在你的耳朵上面 也稍微有一點點突出來 可是它也要賣你700塊錢 所以我覺得 嗯 這個表現嗎 會有更高的期待 但是我覺得還OK 可能我對於耳機的標準 本來就沒有那麼高 就是以這種耳機 對我來說 可以在外面戴個五個小時 沒有問題 防水等級 IPX2 因為它這個亮面 然後跟它的這個設計感 我覺得可以 但是它的充電盒 我就覺得 可能不會想要拿出來 跟你的朋友炫耀 然後連線我覺得蠻穩定的 而且很快 音量真的有夠大聲 雖然音質我就覺得就是 比較明顯的偏評價了一點點 然後它是盆充系列 我們剛剛有看到它很多顏色 欸 那你不是還有買另一個 系列的東西嗎 對 一個可以無線充電的行動電源 這可以無線充電嗎 這個不可能 這個也是那種就是 可愛系列的 然後我們挑 應該是模樣的顏色吧 它是一款 無線有線雙用行動電源 3200毫安時 然後輸出大概10瓦 2021來講真的是偏小 然後我一直在看它的背面 這個是指滑電嗎 對它應該是指滑用的 還蠻神奇的耶 這個巧思我喜歡 我沒有在其他地方看 看一下 欸可以耶 比剛剛的充電盒還要好 真的 這個 裡面 女生會喜歡耶 我覺得女生會喜歡 也是699 也是699的東西 大家如果你有699塊的話 買這個 不要跟外表蒙屁了 他很賴 他就要多大而已 3200 那製造就其實 2020年12月其實不就喔 很新很新 Micro USB的 按下去看一下喔 按這邊 有 三格電 還不錯喔 總共四格 然後它有三格電 在超商就是有看到一些 品牌的行動電源的外盒 上面寫說裡面有電的 對 這個很貼心 其實還不錯 因為一定有一堆那種 急需要用電的人 他就會去便利商店裡面 買行動電源 那種有電的情況下 就很好用了 好他稱呼後面的東西為吸盤 怎麼看得出來 沒在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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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已經有按了喔 它已經按了 還是它有模式切換 還是它是在背面的 不是我想的這樣子 對我要敲個位子 這個不好敲 它到底是喔 無限充電請將單排的吸盤朝上 單排吸盤朝上 還是它太弱了 所以你的殼 對殼可能要拿掉 有耶 所以是殼的關係 對 所以就表示它的那個 無限充電板 非常需要你裸機或是 對那我覺得不友善 現在太多人會帶殼了啊 它的這個吸 就是讓它吸裸機有的 喔 對不對 或者是那個殼 很薄很薄 然後是塑膠質感的 我覺得它就可以吸得住 那是可以啦 就是手板 因為它不大 OK 而且因為它後面這個材質 很好摸 但是它吸盤我覺得稍微有一點點 還不錯啦 我覺得很穩 它只有到S10 S10 那大概是2019年的產品了 還有什麼 哎唷 扣分 有些 不是裸機派的就不好用了 雖然我也是裸機派的 你是嗎 我是啊 我在家裡其實我都不帶殼的 那 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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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還是要注意一下安全 不行 但天兒 也有點小 如果是無線通電的話 它還會再減損一些 所以你可能只能沖一次而已 但是質感是 我覺得可以接受的 而且背面這一面是霧面的 這個小吸盤很有趣 顏色很可愛 顏色重了就重了 充滿了灰塵的下一個包裝 是 藍牙小喇叭 698塊的 我會期待這個小喇叭 它應該也要連線很穩定 音量應該要還不錯了吧 雖然我覺得有點可惜的地方 是它不防水 你就不能帶進浴室裡面 邊洗邊聽了 它還有一個小功能就是 小夜燈 它有一個LED夜光 這也是我們那時候看的時候 字典還蠻可愛的 感覺現在的產品都要走斜槓 相機可以玩遊戲 喇叭可以當夜燈 功能就是一個一個加上 覺得加的巧妙就有加分 然後加的不巧妙 然後就想說 你可以把這個拿掉 然後算我便宜一點嗎 對 為什麼我們這樣賣呢 對啊 它是不是為了在超商 讓我們可以隔絕灰塵 知道 哦 不是吧 不是嗎 明明就是有產品資訊 你們兩個可以 在那邊 是那個產品資訊 欸它還可以什麼 你看 配對串連 所以它可以買好幾顆 然後連線 它這邊還有一個不知名的 不知道是怎樣的貼子把它貼住了 開開開開 好難吃喔 這個不好吃欸 什麼Bluetooth 5.0的Logo 嗯 我覺得很OK啊 可是 難道它沒有嗎 它的意思是它其實沒有的意思嗎 它的幾個重點就是LED小夜燈 跟兩台連線 Micro USB 你又多了一條了 哦 有一個那個 小小的 小吊唇 小吊唇 我的玩具相機也有 而且還比較好看 顏色也有配對到 它還是可猜式的 這個也有配對到 OK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欸它上面的這個質感 比我想像中的好欸 2019年10月 它後面這個小掛唇 是接在後面的就 哦 等一下我是把它弄髒了 對 還有白色黑色跟黃色 它這邊還是一個笑臉欸 太可愛了吧 左邊那是開關機鍵 右邊是播放暫停鍵 這個是播放暫停 誰看得出來啊 所以順便出來小看一下 長按開關機鍵3秒 然後它就會進入藍牙配對了 欸 欸好可愛喔 這個可以 如果大家有699的話 好像可以 大家如果你有699塊的話 買這個 還不錯喔 有了有了有了 嗯 60%電量 可以設定LED燈30分鐘後自動熄滅 你要睡前 睡前聽音樂 我試試看 把音量到最大 大概是80秒 有全人總是 焦緊腦脂 這是最大什麼 解決問題所擔 才能展開笑容 我相信 那些人總是 無聲拖欠 看見未來方向 才能打不賣錢 我覺得它是行欸 音量就是中等 但是以一個698的標準來看的話 可以了 可以它很適合就是個人的房間 頂多就是客廳大小的空間吧 我覺得它可能沒有辦法的 開到你整間屋子都聽得到 可是那個房間一定是可以的 可惡 為什麼你開的產品感覺都還不錯 哈哈 不會啊你的很好玩 而且我剛剛看了一下 就是它如果是要連線的話 它是用紙鐵 這個嗎 吸得住欸 喜歡 它使用度還蠻高的喔 欸這個 不過我現在就是 有699的話 我有先買這個小喇叭 對 天競音樂耳麥 各位的標準要降低一些 對 199我們就用199的狀態來看它 當然就會就是 超商裡面有寫電競兩個字的東西 特別有感 很想知道它電競在哪 不會是 生產日期2018年1月 有點給它久喔 愛晶是三年前的東西的喔 這個線我不行 阿晶這個線我不行 不過其實它的本體看起來是還不錯啦 就是這個反光 它稱呼自己是電競音樂耳麥 就是不會帶給你那種 就是電競鬆鬆的感覺 它其實是有一點質感在的 這個地方是泡棉欸 它是像我們那種耳塞的 欸泡棉比較好嗎 然後這個你壓了三年它已經熬下去了 所以你想要泡棉 或者是你想要一般的矽膠 三種尺寸 然後再加上一個泡棉 欸這個時候就要拿我剛剛開的 199 Lightning轉3.5 配上我的199電競耳麥 這一條線發生了一個非常迷漾的狀況 這個迷漾的時候 請大家到阿晶的頻道 去看這個神秘的情況 然後這個造型非常的致敬款 它的這個做工稍微有點殘膠溢出 但它的設計跟人家不一樣 它能埋在右邊 這個帶上去很慢 對啊 護理張包還不錯 我現在完全聽不到你說什麼 我現在完全聽不到你說什麼 我可以說它的話 聽到了 它的音質我覺得有比真無限耳機好 它不是說什麼重低音有強化啊 而且聽得出來它有一點點音場 你要感受一下嗎 我先把這個泡棉拔掉 換這個好不好 我們增加一下適度 這個泡棉 它就是把它揉一揉然後塞進去 然後它就緩緩的降大 然後就被推錯了 我真的找英雄聯盟的音樂來聽 B99可以買欸 真的假的啦 我們剛剛聽的就是 699的真無限耳機 然後跟199有限耳機 我覺得這兩個音質比起來 我覺得有限的小一點 有欸有那個音場欸 是不是 你就會覺得 音場有到這裡喔 對 有到這裡喔 而且真的有加重低音的感覺 對 唉唷 唉唷 本來是想說它應該 是我們預期當中可能 我們會想要講的台詞就是 你看吧 超商買的199 果然不行吧 你看吧 加那個電競就這樣子 搞什麼 就是 結果可以 可以買喔 這不是我們預期太低的關係 是真的 還有那個品質在 我覺得除了物有所值之外 我甚至覺得有點物超所值了 然後它唯一 一個很明顯大的缺點就是它有限 有限就算了 它現在品質不好 你聽到我的聲音嗎 這東西上面有開關嗎 應該沒有吧 掛掉了 貝貝說 為什麼我在房間裡 可是他聽我講電話的時候 旁邊有很多摩托車的聲音 動音好好喔 什麼意思 可是你聲音很清楚 但是我的聲音 如果我現在就是一個正常講話 現在還聽得清楚嗎 還算清楚 貝貝剛剛提供了一個scenario給我們 他是說我跟阿哲約拍片 然後我打電話給阿哲說 欸欸我在路上了 我快到了我快到了 然後其實我還在家 還在床上 還不覺得不會發現 一百一十九賣一百一十九 可以買兩副 可是你所有加起來還是賺阿 其中一個賺一百塊 我這個是不是 而且你剛剛想的跟我想的一樣 就是這個耳機它可以產生那種 可能在外面的環境 沒錯在外面的感受 買這個耳機就對了 有這個附加的作用 一九九 可以了啦 即使你用一九元買 還是可以的啦 但你在打電動的時候 你的隊友就說 你在外面了 對 你在外面一樣玩 反而不適合打電動耶 好的 那就開箱完了 喇叭 耳機 然後耳機 以及一個同色系的行動電源 在這買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真的是發現有賺有賠啦 其他產品的開箱呢 就請大家記得一定要到阿哲的頻道去看 對 有一個很神奇的產品 請給大家看一下我大概會開什麼東西 阿哲開箱的產品 欸你什麼意思 也收得太整齊了吧 我們不是開箱嗎 開箱不是就是應該要這樣嗎 才real嗎 我們奇怪就是開箱完就是要收完 不然不是會瘋掉嗎 每次整理的時候 阿哲 剛剛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印象深刻 就是便利跟便宜 你只能選一個 所以就是價格跟你購買它的時間成本低 你就選一個吧 如果你想要便宜跟品質都兼顧的話 那可能就要花很多時間去找了 稍微有顛覆一下 就是我對便利商店3C專區的一個印象 有很不錯的有線耳機 然後也有感覺質感蠻好的一些周邊們 我覺得最意外的真的還是這個欸 真的喔 我原本就是想說把它放在最後 就是因為我想要痛快的 對它有一些評論 對 罵了一番這樣子 只有沒有想到 真的還不錯 蠻可以買的 嗯 好啦 希望就是這一集呢 就是大家有跟我們一起探索了便利超商的3C專區 那大家就是有沒有在超商買3C的經驗 被雷到嗎 或是很驚喜嗎 把你的小故事就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影片就到這裡了 很感謝阿哲來陪我玩 耶 謝謝 不過還是要提醒各位 就是買東西之前都要先思考一下 對 就是價格啊或是品質啊 你的需求啊 都還是需要多比價 因為我自己會拍這種詐騙的東西 所以我會講這種話 好啦 那這次也是很感謝電腦少女邀請我啦 謝謝阿哲 請記得訂閱阿哲的頻道 還有訂閱電腦少女的頻道 那請大家幫這支影片按個like 要開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接下來的影片喔 到這邊了 掰掰 掰掰 去阿哲的頻道 呵護一下 2006年之後呢 藍牙的牙的正式寫法 就被官方正式定為牙齒的牙 因為它就是Bluetooth 然後一開始翻譯的時候 寫牙齒的牙 大家可能對這個字不夠熟悉 所以他們在家裡有草字 那後來發現就其實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就直接把它證明為 Bluetooth直譯過來的藍牙 可是很多人會搞錯啊 因為你打藍牙 很多手機電腦的選擇 也都有這兩個選項 沒錯 我下半輩子了 人生自製就是來周正這個題目 哈哈哈哈